今天给大家报一个好消息 特大的好消息 农民种植出来的这个玉米 又开始迎来了 蹭蹭蹭的往上大涨的一个趋势 一路飙升 最低上次给大家分享玉米价格的时候 相差有四天的时间 就在短短四天的时间 玉米价格迎来了一个大的变化 那么今天已经是2024年的4月3号了 那么今天的玉米价格是多少钱一斤呢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 您的听完这个价格之后 你是不是感觉有点出乎意料呢 此外还有一个最大问题 这次玉米价格上涨 到底涨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到底能涨几天 一会儿这个视频里面 会告诉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大家好 这里是三农雷哥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已经进入4月份了 现在家里面囤粮食的农民 并不这么多了 说白了就是说 这个有货的农民并不多了 所以说凡是有货的囤着玉米的农民 都是非常高兴了 基本上都不后悔了 凡是没有玉米的 可能有点小后悔 说到这个玉米价格上涨 并不是全方位的上涨 只是极个别地方上涨的比较厉害 你就比方说 大家看这样的一个视频 像涨这的这些呢 大多都是在黑鸡辽 这三省都蹭蹭的往上涨 像辽宁借块呢 每吨涨了有十块钱 像吉林借块 每吨涨了有也是十块钱 黑农江这一块 有的地方涨了是有三十块钱 每吨啊 还有一个就是黑农江 那个浩天啊 十四个水分 涨着到了一块一毛五啊 这个价格呢 可以说是一个力大的好休息啊 是不是朋友们 有这样一出东北黑鸡辽 这三省价格上涨 相对来说 我们河南山东安徽 还有河北这块上涨 我感觉应该不在话下了 是不是朋友们 不过东北这黑山 这三省啊 黑鸡辽这三省 价格上涨 呃 也应该能够代表 我们河南山东安徽 价格上涨也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呢 在最近几天 我们河南山东安徽的 玉米价格也涨了 但是涨幅并不算是很大 涨的也是极个月的地方啊 你的比方说 我们河南山东安徽 基本也是保值在一块一毛 一块一毛三左右 一块一毛四左右啊 呃 比前几天涨了 好像有零点零一啊 呃 不过呢 我这块通过收购商 这块也了解到了一个消息 也都说玉米价格上涨 可以说啊 在四月中下旬 上涨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现在市场需求量特别大 尤其是做玉米深加工的一些企业 他们现在手里面 基本上没有多余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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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粮食了 是不是会吗 此外现在应该大家以后也是非常清楚 大家应该刷视频的时候也应该刷得过了哈 也都说现在咱们国内这块从国外进口的这个粮食基本上就不大量囤了啊 尤其是在三月份 呃过去的三月份 基本上也都减少从外从从国外引进这个玉米了啊 四月份的也是呃减少这个国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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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量 是不是朋友这样子也是个利大的好消息啊 给咱们农民来说 对咱们农民来说哈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友好的消息了啊 呃可以这么说哈 反正是这个玉米价格上涨啊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像东北这一块涨幅度比了必须非常大 像我们山东安徽河南这一块 应该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涨价是势在必然的 是不是朋友们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 您的赞你们当地的这个玉米价格是多少钱一斤的 你们当地有没有涨价呢 是多少钱一斤呢 把你的观点想法打来评论区和大伙们分享分享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关于玉米奖战的这个趋势啊 像东北黑鸡寮这山上都在持续上涨啊 比上次涨幅还要大一点 呃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 您呢 您觉得这个价格上涨是一个好事的还是坏事的 或者是你对这个玉米价格 这块有没有想发布自己观点的KT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落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不聊不散 拜拜